然後要生日了 是不是心情很開心 生日啊 心情很平靜 怎麼說 因為今天我們就是走一個 Casual的場合 然後其實也沒有 我今天裝扮就是我自己的 然後也希望就是這個場合 不要花太多的錢 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跟地球環保有關係 把這個觀念傳達下去 因為上一次的生日是帶大家去景攤 這次呢 好像有人就是會怕那個太累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靜靜的 有很多人說想要聽唱歌 然後我就想了這個方法 然後今天的椅子呢 跟便當盒呢 你只要買了票 這個椅子跟便當盒都可以帶回家 然後這個都是環保材質 所以它過了幾年之後 它就會自己分解 然後你就坐一坐然後就不見了 哈哈哈哈 算是一個長期的惡作劇啊 要等到那一天才會知道 今天好像很多粉絲從各地來看 對 蠻開心的啊 尤其是我們今天也有保留了 尤其我這個日本官網的粉絲 可以來這樣子 大概有五十位吧 然後聽說他們報名很踴躍 是說我唱英文歌也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得懂 所以亞倫有沒有許了一個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啊 有 剛剛說世界和平 有點關 有點假對不對 沒有因為他們前面是問我說 欸最近這麼多事情沒有什麼用嗎 我說世界和平 哦 這是官方回答 不是 這是我真的心裡想的 說到世界和平 你今天是不是有對那個 川普當選有做一些評論嗎 哈哈哈哈 好遠啊 好大的一題啊 哈哈 我們還是回歸生日願 所以剛剛我們有訪粉絲啊 粉絲說你平常都會教導他們 交流啦 交流 他們也會問我 很多 生活上的事啊 比如說 你有沒有做過後悔的事 或是你怎麼做決定 種種的 然後我就說 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做決定 即使 家長叫你做什麼 你聽了他們的建議 那也是你的決定 但是做了決定就不要去想太多 因為好壞 只要你過程是努力的 這過程是沒有人可以拿走的 只要從這過程中學到東西就好 所以這段時間 風風雨雨你覺得你自己的決定是 風雨雨雨有嗎 還好啊 今天陽光普照 哈哈哈哈 所以你做任何決定你都覺得是對的 我 沒有對或錯的決定 只有 我一直很忠於自己啦 就是誠實的說一些話 然後我一向都是 知道多少說多少 我也不會去誇大 所以 相信這世界 可以慢慢對講實話的人 open mind 然後 給大家一點聽實話的機會 可是會不會怕 就是可能得罪一些人 我如果怕的話 我當初不會講啊 這是一個矛盾的事啊 對啊 所以我講了我就知道 因為我的出發點就是 真的是希望 大家可以振作啊 對啊 不然我講那麼多幹嘛 我也知道這些話 也許對一些 跟電子台高層的友誼 也會有一些 不好的影響 但是 就像我說的 有之有 有量有多聞啊 我一直都是 用這個方式去對待 身邊打拚的夥伴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所以是不是很慶幸 那個身分證沒有拿去 背辦手機跟信用卡 哈哈哈哈 不會啊 是借用 他們沒有偷 然後我要前進一下這樣 所以現在在各地拍戲嗎 包含你在 剛拍完戲回來 剛拍完回來 對 然後休息之後 應該還會在台灣 有戲劇作品 嗯 現在兩岸拍戲 你剛剛提到說 你也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對不對 那現在看到現在的現況 到底是 到底問題在什麼地方 你覺得說 怎麼樣可以更改進 太多層面 這個要講 要講三件三頁 真的想不完 啊 最重要的是 大家還是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然後 然後 眼界拍一點 因為很多事情 很多技術啊 包括專業這方面的 都可以從很多地方去學習 現在對岸他們的 硬體軟體 其實也都 進步了很多 說實在的 嗯 那我們要 交流多一點 嗯 開放 心胸開放一點 嗯 學多一點 互相 互相交流 互相去 去知道自己的長 短處 對方的長處在哪裡 嗯 嗯 從不管從演員這一塊 或是技術人員這一塊 或是甚至到 比較 幕後的 導演啦 編劇這一塊 其實 都可以學習啦 嗯 然後不要再 覺得我們自己 很厲害了 我們真的 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那剛剛講到三天三夜嘛 那你覺得台灣演唱會場地 是不是真的太少了 我就知道 哈哈哈 廠地喔 對啊 幫幫大家 就是 有好的樂團啊 要來台灣演唱 其實場地也是不那麼好找的 要有好的設備 加上對的人數的 也是比較難以選擇 所以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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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真的在可以聽到 三天三夜之後 哼 哈哈 哈哈 所以亞文 你覺得你還不再繼續這樣 建言 或是直言下去 就對於你覺得現在看到的一些 比較不好的情況 可以繼續嗎 你就選擇繼續還是說 嗯 沒有啊 我又活了 今年三十要一了 對 然後 很多時候啊 其實在 在學習的過程中 大家都會說啊 你不要講話這麼直啊 要委婉一點 但我發現很多人委婉 他們聽不懂 他真的是聽不懂 那你聽不懂怎麼辦 他就直接跟他講問題在哪裡 ABC在哪裡 然後我們其實講出這些話 不是來製造紛爭 而是來解決問題的 我覺得大家 要知道的是這一點 就是 問題講出來之後 我們一起來解決它 而不是故意 也不是在那邊來來回回 打口水這樣 我們這次要來解決問題 那你覺得你又會想從政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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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總統 我年齡就不到 之後啊 要修法 那我們差不多了 好 謝謝 再說再說 對再說再說 我們那個新戲 一路繁華相逗 現在就是好像 粉絲很期待 是 新作品 拍完了嗎 拍完了 可以講一下嗎 這個過程也是 蠻有趣的 然後 其實最主要還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很完整的場景 然後劇本上面 我們有很多的編劇 每天在現場 就是一邊拍一邊修 這也不是一個很正常的常態 但至少我們都在過程中 很享受那個 絞盡腦汁 各個角色之間 成的火花 都是在現場 跟導演一起撞出來的 我覺得這就是創作嘛 身為娛樂器人的一份子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在這樣創作 在創新 不要給自己狂架 所以接下來會想要挑戰 什麼沒有挑戰過的角色 我所有的事情都想要挑戰 對 因為當我在挑戰的時候 我才覺得我自己沒那麼老 對 很年輕這樣 好